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事实报 川普称中国被惯坏了 中美在北京举行的贸易谈判5月4号结束 美国财长努母钦率团离开北京返回华盛顿 中美贸易分歧继续僵持 现在距离华盛顿对北京启动惩罚性关税 还有不到三个星期 川普发推文表示 中国对美贸易胜利太多已经被惯坏了 据法广的报道 白宫发言人表示 美国财长努母钦率领的高级代表团离开北京 返回华盛顿后 将在今天就谈判结果与川普会面磋商 报道称 据白宫的声明表示 美方代表团与中方负责人进行了直接了当的会谈 会谈涉及要求重新平衡美中双边经济和贸易关系 改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甄别中方有利于强迫美方转让技术和不公平竞争的政策 川普周五晚上发布推文表示 周六将进行会面讨论 确定谈判的结果 他说 中方已经被他们长期在对美贸易中取得的胜利惯坏了 据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发布短消息说 中美双方都承认 双方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很严重 好了 以上就是梁俊为您带来的新闻时事报